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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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知道… 我想知道… 大家好 我是Steven 這邊是Steven 數位社群行銷 解貨市 在這邊我將會容納 我在行銷生涯裡面 總共教了400堂課 8000個學員的經驗 跟操作破千個專案 裡面有一些精華 不管是學員 或者是客戶遇到人疑難雜症的問題 這邊都會一一的為大家來做解貨 這個問題是這樣 就是你可以被打倒 可是你不能被擊垮 而人生當中就是會遇到不同的一些 挑戰跟磨難跟挫折跟歷戀 你要把它視為這是一個成長的過程 我們不要害怕跌倒 害怕跌倒的話 你就不會長大 限制條件是說 你要給自己正面的能量 因為你不會突然就是收掉 你一定是會有一些小錯誤累積 才會釀成大錯 這些小錯誤裡面 你可以聽別人說 上網查 看書 或自己的累積的經驗都可以 把這些成功跟失敗的原因去做學習 化為教訓 才不會犯同樣的錯 那第二點是說 你一定要有一個就是 你絕對不可以失敗的決心 過無程中 背後的路就是死路了 你必須就是往前 必須就是要克服 你一定要有這個心態 你這樣才會降低失敗率 跟拉高自己的一些標準 謝謝 如果有任何想要詢問的地方 歡迎在下面留言處 來留下你的問題喔 這樣的內容都非常寶貴喔 歡迎大家來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